民進黨今天提名蔡英文 參選二零一六總統 蔡英文表示 要團結最大改革力量 找回人民的自信 還有點亮臺灣 英式紅茶飲料店 英國蘭被驗出 十一項農藥殘留 其中還有世紀之毒 殺蟲劑DDT 空軍事官蔡學良一案 高等法院今天逆轉判決 空軍私勉部 必須賠償家屬一百四十八萬元 美國白宮宣布 將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 黑名單當中剔除無法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十五號的 公視晚間新聞 民進黨中職會 今天下午正式提名蔡英文 再度參選總統 而蔡英文也發表了 參選談話 他說要讓大家看見 他三年來的努力 還有改變 另外他也要團結 最大的改革力量 找回人民的自信 點亮臺灣 至於敏感的兩岸關係問題 蔡英文則是重申 基本原則就是維持現狀 將超越既有國共關係的框架 建立常態化的兩岸關係 蔡英文捲土重來 再度獲得民進黨提名參選總統 蔡英文在民進黨籍縣市長和中指委 陪同夏宣誓要用所有的力量改變這個國家 他批評把政府不聽民意做出許多影響人民的政策 他將聽取民意全力解決經濟發展 失業和分配不均 退休制度不公 區域發展失衡 食品安全 飆漲房價 政府財政與效率不彰的等等問題 不再只是在野黨黨魁的角色 蔡英文更拉高格局 飾演扮演團結這個國家的人 至於外界矚目的兩岸政策 蔡英文重申他的兩岸關係 基本原則就是維持現狀 兩岸關係不是國共關係 在未來也不會是民共關係 未來無論是哪一黨執政 兩岸關係都必須與人民的意志為異規 因此下一任總統必須要肩負起 超越既有國共關係框架 建立常態化的兩岸關係的使命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在十五號上午派專人送一副中堂到民進黨中央向蔡英文祝賀 其中波平浪靜 峰迴路轉 曾巧是蔡英文上週在民進黨中國施委員會中期許未來兩岸關係的用語也格外引發關注 民進黨今天正式提名蔡英文 總統大位 而在國民黨方面今天雖然正式公告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登記辦法 不過到現在為止除了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之外呼聲最高的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今天還是再度重申會把市長工作做到好做到滿 國民黨中央黨部一樓大廳十五號終於正式張貼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辦法和作業要點 但看看時間距離總統大選只剩下九個月 幾位洞見觀瞻的黨內要角至今都沒有明確表態選或是不選 而呼聲最高的黨主席朱立倫十五號又再次重申會把市長工作做到好做到滿 按照提名登記辦法就算只有一組人登記最快也要五月底才會產生總統人選 雖然慢了民進黨好幾拍但同樣沒表態是否角逐黨內提名的立法院長王金平 卻認為兩千年總統大選一九九九年七月都還在整合人選 總統提名的時程相信朱立倫有自己的想法也是要追求黨的最高勝選 尊重並且相信朱立倫的領導 至於唯一表態要參選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朱立倫則是再次宣示自己領表參選的決心 朱主席曾經上次在潑水節的時候在中和碰到對他也跟我講 假如時間我跟你談談我說好啊 我說不管你談什麼我是要去領表的啊 他我知道我知道大選只剩兩百多天 國民黨友中常委憂心忠忠地表示 就算一天跑一個鄉鎮也跑不完 呼籲黨內應該及早推派候選人 記者綜合報導 知名醫院是紅茶飲料店 英國蘭的苗栗某一家分店 上個月初被消費者檢舉 說喝完了玫瑰花冰茶之後感覺身體不舒服 苗栗縣衛生局抽查發現 竟然含有十一項農藥殘留 其中還包含了已經禁止多年 被稱為是世紀之毒的殺蟲劑DDT 目前問題產品已經全部下架 並且要追查來源 電影員忙著準備飲料 這家英國蘭飲料店主打歐洲花茶風格 不過卻傳出這款玫瑰花茶 被驗出含有DDT殺蟲劑 出問題的就是這款玫瑰花茶 目前已經停止販賣 之前有民眾喝下去之後感覺不適 通報員要立現衛生局積茶 衛生局檢驗之後 竟然發現裡頭的農藥多達十一項 其中四項還是被驗出 含有已經被禁用的DDT殺蟲劑 趕緊通報全面下架 苗栗衛生局追查發現 這批的玫瑰花瓣 是台北的州界貿易公司 進口之後批給台南英國蘭的總公司 上都寫著產地是德國 不過業者提不出進口證明 而台南市衛生局也表示 早在四月二號接獲苗栗 縣府的通報之後 就回收了七十公斤的商品 將會進行銷毀 不過由於這款的花茶相當熱銷 不少人已經喝下肚 讓許多消費者心裡怕怕的 台南市衛生局說 因為積茶需要時間 並非刻意隱匿 也在十號完成了全面下架 而苗栗縣衛生局也正在查明 流向和來源 接著林健身奈斯捷 苗栗報導 好 被稱為 世紀之毒的殺蟲劑DDT 對身體究竟有多大危害呢 毒科醫師表示 如果長時間接觸的話 除了有致癌風險之外 還可能導致不孕或者是流產的情形 而今天呢 業者也出面道歉之外 也坦承在原料進貨之後 只有經過浸泡跟煮費的處理 並沒有清洗 連鎖飲料店英國蘭 所使用的玫瑰花原料 被驗出含有多項農藥殘留 其中還有國內禁用的 殺蟲劑DDT 因此被要求下架 15號上午 業者緊急召開說明 表示遭查扣的70公斤原料 正等待銷毀 其他品上產品 目前送檢沒有問題 對這次我們公司 對玫瑰花的事件 沒有嚴格把關 那在此我們公司 深深地感到抱歉 然後我會這個更改 就是會依照衛生局給我們 那就是先清洗 然後浸泡 然後之後再做準備的動作 業者說明 原料買進來 進泡之後就煮費 沒有先行清洗 未來會改進 而在花茶原料 被驗出含有的農藥裡面 光是DDT半摔其中 長達數十年 不只會造成環境污染 還可能導致全面性的癌症 肝功能損壞 並具有生殖毒性 人類可能的致癌物 是第二級的致癌物 長期吃的話 我們就擔心說 它會增加肝癌 乳癌 血癌 各種癌症的疑力 它可能會造假狀性功能異常 有可能會有一些什麼生殖毒性 胚胎發育的毒性 也許女生不容易懷孕 懷孕後也容易流產 手搖杯飲料很多人都喜歡 一旦出事根本防不勝防 醫師提醒 如果懷疑自己吃進了 含有DDT成分的食物時 可以在日常飲食當中 增加蔬果攝取量 透過腥微脂來代切DDT的 脂溶性成分 降低對人體的傷害 英國蘭的玫瑰冰茶 現在食藥署查出 最上游的供應商是高雄的原營貿易公司 今天下午高雄市衛生局也前往稽查 不過業者強調產地介紹是伊朗 絕對沒有動手腳改標籤 但是衛福部追查發現 這批的問題花茶 很有可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的 原營貿易公司負責人 特地拿出SGS檢測報告 強調398項農藥全部都未檢出 不清楚為何賣給下游的 英國蘭公司後 會有農藥超標問題 原營公司表示去年8月 從伊朗進口一個貨櫃 總共450箱 淨重4500公斤的玫瑰花苞 主要供應兩家南部經銷商 沒有直接販售給消費者 而且產品介紹都載明是伊朗 沒有動手改標 不過貴福部食藥署追查後 卻發現這批問題花茶 很可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遭到立委批評官方動作慢半拍 英國蘭不是英國的 可能是德國的 可能是大陸的 可能是日本的 可能到現在我們食藥署 都還不知道 他到底是從哪邊來的 根據我們現在的報單的資料顯示 確實是有從大陸進口一批 的這個玫瑰花 到底是哪個環節自行更改標籤 食藥署表示 目前已經移請高雄市衛生局做後續調查 業者涉及標示不實部分 將一新的食安法罰四萬到四百萬元 農藥超標部分則可罰六萬到兩億元 記者綜合報導 桃園市跟新北市林口版新地區 今天開始進行第二輪 公五停二的第三階段分區限水 而低階段的限水成效還算不錯 節水率高達百分之十八點五 桃園市及新北市林口版新地區 十五號開始進行第二輪 公五停二的第三階段分區限水 自來水公司表示 第一輪限水成效算不錯 節水率百分之十八點五五 公共用水部分自來水公司 保證盡力滿足 像桃園火車站舊站蓄水量不足 一天七萬多人進出 旅客上完廁所 就得像這樣搖水洗手 因應用水需求 自來水公司上星期限水兩天 就送了五燙水 配合那個火車站這邊的話 我們即使來送水 那我們統計這一次的送水 大概總共送了五車次 那大概是二十四噸左右 還有那個擺水桶在儲水 包括廁所裡面 我們都是把那個洗手台 洗手台的水那個把它關掉 就放那個水桶的水 讓旅客使用 限水期間蓄水容器通通出爐 一點一滴都要審 才能度過一週兩天的停水期 限水造成民眾用水不便 卻也達成有效的節水功能 老天不常雨 現階段能做的 只能盡量節水 延長水庫的供水時程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 好 就在限水同時呢 我們來看看水庫的淤積問題 到底有多嚴重呢 南投物社水庫呢 嚴重的淤積 目前的淤積面積 已經高達了百分之六十八點五了 不過呢 每年輕於外運的沙石 卻只有十萬立方米 這麼算下來 如果要全部清完的話 恐怕得花上一千零二十七年的時間 而預估呢 在民國一百四十八年的時候 水庫將被沙石全部給堆滿 沙石車一輛接著一輛 進到物社水庫 再運淤積的沙石 不過整個水庫區 就只有一架怪手在運作 雖然一天約有一百車次的沙石車進出 但一整年下來 也僅僅清運了十萬立方米的沙石 如果用這樣的速度 要將物社水庫的淤沙全部清完 估計要一千零二十七年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臺十四縣市主要的觀光道路 通花蓮 目前還有這個地四河川級也在清一 所以整個道路的複合 我們不能夠再超過這個上限 避免就引起這個地方上的這個抗爭 物社水庫原有一億五千萬立方米的蓄水量 但當初並沒有設計排沙設施 根據台電估計 從民國八十三年到九十八年間的地震和風災 已經誘發水庫上游 高達八千五百萬立方米的沙石坍塌 大量土石沖刷造成水庫淤積 目前淤積面積已經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五 預計一百四十八年會淤滿 但是他最後的庫容量還有三百六十九萬立方米的水 對我們整個台電的發電系統影響不大 黃明正強調目前持續清淤 是希望增加上游庫容量 原本每年清淤十萬立方米 是要降低沙石車對交通和觀光的衝擊 不過行政院今年三月底開始要求 每年將清淤量提高到二十一萬立方米 希望能延緩水庫淤滿的時間 記者邱紫培彭萬群南投報導 遠雄巨蛋零權力金的爭議不斷 台北市議員今天公布當時市政府 跟遠雄議約會議的錄音檔指出 當時擔任台北市財政局長的李樹德 在會議中提到趙騰雄跟馬英九已經事先碰面 才讓原本譚布隆的權力金問題 最後做出零權力金的決議 創下台灣BOT案零權力金 捨立的遠雄大巨蛋案 不斷遭到外界詬病 原本市府與遠雄在2004年9月1號的會議當中 還瞧不定權力金的多寡 但台北市議員14號公布的 議約會議錄音檔發現 當時擔任財政局長的李樹德提到 9月20號馬英九與趙騰雄已經碰面 權力金的爭議 也在9月23號會議當中迎刃而解 議員痛批市政府決定不提權利金 马英九不只是涉嫌土利厂商 独职 还造成市府的重大损失 此外 呼数团体15号 也带着录音党的新市政 到法务部 要求联政署启动调查 了解市府涉嫌违法土利远雄的情形 针对录音党直指决定 零权利经的人就是马英九 总统府回应欢迎提出证据 马英九绝不回避 至于李树德目前人在国外 不愿意对此作出回应 而大巨蛋体检报告 今天出炉 明天将正式对外公布 不过今天传出这份报告 提前泄露给远雄 还传出安检小组 对大巨蛋只花了两个小时的安检时间 不过面对这些质疑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强调 这些传言都不是事实 远雄大巨蛋体检报告出炉 预计16号上午将正式对外公布 现在传出这份重要的体检报告 提前泄露给远雄 还传出体检小组 对大巨蛋的安检 只花两个小时 客问者强调大巨蛋安检 不可能只有两个小时 而担任大巨蛋体检小组 召集人的台北市副市长林轻荣 也澄清 从二月底到现在 与远雄一共开过十一次会议 不会只进行两个小时的安检 也澄清绝对没有泄密的问题 我至少负起召集人的任务 不会有任何的泄密的问题 不过我不知道细胞在哪里 我不知道细胞在哪里 但是我的意思是指 我不会就我所知道的 绝对不可以外露 而且我连名单也都不外露 林轻荣表示 安检报告中不只针对大巨蛋 更包括整个园区 而体检小组更透露 经过电脑模拟分析 发现大巨蛋被公务中心 旅馆等包围 疏散空间不足 而影响救灾逃生 那台北市长科文哲曾说 依照目前来看安检不会过 如果安检没过关 考虑拆掉大巨蛋 大巨蛋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也考验着台北市政府的智慧 市长林轻陈柏玉台北报道 2008年空军事官蔡学良 在靶场上重弹身亡 当时军方已自杀结案 不过家属直以死因 因此打官司要求国防部要国赔 而台北地院一审判决 家属败诉 不过家属在经过上诉之后 高等法院今天逆转判决 改判空军司令部 要赔偿家属148万元 声称感谢 她是空军事官蔡学良的母亲 七年前蔡学良在靶场重弹身亡 当时军方已自杀结案 但家属之一死因不单纯 因此打官司要求国赔 台北地院五年前判决败诉 家属不服 经过上诉之后 高等法院改判空军司令部 必须赔偿148万 当初求偿500万 现在判赔148万 蔡妈妈表示无法接受 因为儿子生命无价 之所以求偿500万 是因为这是她所能负担的裁判费价钱 如果真要求偿 会求偿1000万 并把这些钱用来协助军淵案的相关机构 减少相关事情发生 至于后续会不会再上诉 律师团表示 等收到判决书之后会再讨论 从蔡雪梁枪伤形态的一个特征 然后从蔡雪梁枪伤射出口的大小 就可以知道蔡雪梁的枪伤 并不是T65K2步枪所造成 到底是意外 甚至有没有可能是她杀 我觉得这个是国防部 这个有对军人有法定照顾 医务的单位 他应该要去厘清 如果判决直接说我们不能找出 整体案件目前胜诉部分 是民事国家赔偿 至于刑事诉讼还在进行当中 家属希望台东地检署 可以重新审视追查真相 还给蔡雪梁一个公道 记者唐先生为台北报导 昨天深夜新竹海巡队查获一艘 占满了23名的越南籍偷渡客的木壳船 他们以台币三文元的代价 想要偷渡来台湾打工 全部被带回调查 海巡队员在深夜 发现海上有一艘可疑的船只 没想到仔细一看 里头满满都是人 这一看可不得了 上面记是偷渡客 调查后发现这些人是从越南 正想偷渡到台湾 这23名越南偷渡客 想利用越黑及海上转变之际 偷偷来到新竹港 没想到被海巡队员逮个阵着 新竹海巡队表示会再加强巡逻 避免再有偷渡客的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白宫宣布 将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当中 剔除古巴 两国关系渴望进一步迈入正常化 不过才刚宣布要投入总统大选的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 马上跳出来反对 另外美国对古巴实施了半个世纪的 贸易禁运措施 何时可以解除 还得由美国国会来做决定 白宫发言人厄尼斯特证实 欧巴马周二已经通知国会 决定将古巴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 除名 这项通知文件指出 根据国务院的评估 古巴政府过去半年来 没有提供国际恐怖组织任何帮助 古巴也保证 未来不会有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 美国这项决定 为美股关系正常化 扫除一大障碍 消息传来 古巴人都表示欢迎 不过美国国会早就传出反对声音 包括古巴裔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 以及才宣布角株党内总统初选的共和党参议员 卢比欧都指控 古巴拒绝引渡住在哈瓦那的美国逃犯 就属于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 美国国会接下来可在四十五天内 否则欧巴马这一项决策不过欧巴马拥有最后决定权 美国古巴关系加速改善 下一步就等美国重返哈瓦那开设大使馆 古巴出名后 美国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就只剩伊朗苏丹和叙利亚 至于美国何时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将是下一波两国改善关系的重点 记者从会面报道 一家由南韩人川起飞的韩亚航客机 昨天晚间降落在日本广岛机场的时候 疑似是降落太快飞得太低 机体失去了平衡降落时偏离跑道 发生了擦撞意外造成二十二人轻重伤 韩亚航的飞机就停在草坪上 救护车跟消防车闪着警示光停在飞机机体侧边 远远就能看到救护人员忙进忙出 这起意外发生在台湾时间四四号晚上七点左右 哈亚航的A320机型班机要降落广岛机场时 疑似降落太快飞得太低 机尾跟地面发射电波 约六公尺高的设备擦撞 导致机体失去平衡 着陆时冲出了跑道 在草坪上滑行停下 因为这场意外 七十四名乘客跟八位机组员中 共有二十多人受到轻伤 送移治疗 飞机左边的机翼跟引擎严重损伤 广岛机场还封锁跑道 等待官方调查 造成十五号超过五十个航班停飞 而过去海亚航在二零一三年七月 也曾经在旧金山着陆失败 造成三人死亡 一百八十七人受伤 二零一年也有一架货机 在途中起火坠落 正不驾驶罹难 现在日本当局也派人到场勘验 要厘清这场意外的原因 接着陈时同报道 另外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班机 从西雅图起飞不久之后 机长就不断听到 底部的货舱里面传出了声响 随即通知塔台要折返进行检查 结果竟然发现 原来是一名行李装卸员 在飞机的货舱里面睡着了 而就在同一天 美国联合航空的客机 则是在降落时冲出了跑道 幸好人员都很平安 这架阿拉斯加航空编号 四四八的班机 十三号从西雅图起飞后不久 机长就不断听到 底部货舱传出声响 随即通知塔台要折返检查 从机上乘客 当时用手机录下的画面 也异性能听见 不断传出的敲打声 搬机十四分钟之后 重新降落西雅图的塔克马机场 这名身穿蓝色外套的行李装卸员 自行走出货舱 坦诚自己不小心睡着 被困在货舱内 索性货舱内的压力跟温度 因为要运送宠物都有严格控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折腾将近一个小时 原搬机又带着一百七十名乘客 跟六名机组员再度起飞 飞往洛杉矶 事实上该名男子的同事透露 行李装卸员在活舱内偷打瞌睡的事情 几乎每天都有 而同一天 美国联合航空也出问题 一架波音737客机 天宇陆华 从阿拉斯加降落休斯顿机场 冲出跑道 机笔卡在泥巴中 虽然机上一百七十三人平安无视 但已严重影响乘客权益 根据最新的航空公司品质报告显示 美国航空业2014年 误点跟搞丢旅客行李的情况大增 服务品质是过去五年来最糟的一年 报告指出航空业服务品质下滑 跟2014年冬季暴风雪不断可能有关 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航空业的整病 过去五年来搭飞机的人增加百分之八 但航空公司却大幅减少百分之二十五的座位 借此来提高票价 尽管航空公司赚钱 但整病的航空公司必须解决多种问题 导致服务品质可能下滑好几年 而维京美国航空公司 则是连续四年产年最佳服务的榜首 记者据人请报道 日本辅警地方法院做出禁止高冰核电厂 三四号机组重启的假处分 而且是立即生效 创下了首例 而这将会冲击到安倍政府主张恢复核电 发展经济的政策 关系电力公司则是说将会提起上诉 辅警地方法院十四号做出禁止高冰核电厂 三四号机组重启的假处分 法官同口英明认为 就算三一强证引发福岛核灾之后 国家制定的新准则也太宽松 无法确保核能发电不会再有问题 守在法院外的反核民众正必欢呼 辩护律师指这次的决定 是推动日本林核电的历史性一步 高冰核电厂三四号机 今年二月通过安全检查 已经获得政府批准将在十一月重新启动 但去年十二月 住在府警大阪京都兵库四个府县的九个民众 向府警地方法院提出申诉 要求禁止重启 理由是这两个机组重启运转 有明显侵害守护生命 维持生活的人格权的危险 本案承审法官瞳孔英明 去年五月也曾经判决 禁止关系电力公司的大饭核电厂 三四号机组重启 但官司尚未定验 这次民众申请假处分 禁令得以立即生效 直到司法程序走完 创下禁止核电厂机组重启的假处分首例 关系电力公司对此表示遗憾 且无法接受将会提出上诉 下个礼拜 法院将对九州电力公司的川内核电厂 一二号机禁止重启假处分案 做出判决 结果备受各界瞩目 面对人民司法动作 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 政府重启核电的政策不会改变 记者是汇中报道 从去年八月布朗案以来 美国警方执法过当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个月又爆发了离谱的案件 而且整个过程都被手机 或者是行车机入器给拍了下来 引发了群情激愤 二十多个城市都有示威的游行活动 不过纽约的活动擦枪走火 有示威者遭到逮捕 影片中的嫌犯拿着重吵是偷来的来福枪 大摇大白走在路上 发现他踪影的警员开车一路尾随 但担心男子乱开火 始终保持距离 不料随后赶来支援的另一辆警车 高速朝男子撞上去 警车前挡风玻璃整个碎裂 嫌犯受伤在医院躺了两天 这起上个月发生在亚利商纳的案件 因为行车记录器画面星期二公诸与世 再度激起美国警方执情过当的争议 加上四月初南卡白人警察史考特 朝一名首屋寸铁的飞翼男子连开八枪 造成他死亡 还故意把电子棒留在遗体旁 再让对方先勾给他 事后有人公布手机拍到的画面 才让史考特遭到谋杀罪起诉 不过警方接了连三的执法偏差 再度引发群情激愤 纽约 洛杉矶跟芝加哥等20多个城市 都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纽约250名不同族裔的示威者 高举警察停止杀戮 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标语 从联合广场出发 沿着百老汇游行 对武恒越布鲁克林大桥时 抗议民众突破警方巨马 双方爆发推起冲突 并造成下半尖锋时间交通大打结 当场有34人被捕 上晚纽约其他地区 传出远景昭拳头酒瓶攻击的事件 市长白丝毫随后发布声明 谴责袭警暴力 发起纽约示威的民间团体表示 今年以来全美各地警员 不当开枪的事件 已经超过90起 记者陈秋梅报道 中东跟非洲地区持续的动乱 许多人选择从利比亚 出海偷渡到欧洲 不过由于天后恶劣 船只又过度的拥挤 常常造成悲剧的发生 在意大利的外海 就有一艘严重超载的偷渡船翻覆 至少超过400人落海失踪 对着镜头拘收笔业 平安抵达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偷渡客 心情看来相当好 因为一旦入境意大利 就代表有机会在欧盟国家落脚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 外电引述部分幸存难民的说法指出 一艘载了550人的偷渡船只 在距离利比亚大约60海里的海上翻覆 法新社指出 意大利已经救起140多人 另外400多人可能已经凶多极少 从中东到北非 乃至于索马利亚等地持续动乱 大批难民逃离家园 而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是非洲距离欧盟最近的地方之一 成为偷渡客和人设集团 最常利用的途径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 意大利今年到4月第一个星期 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海上难民 就超过一万两千人 另外还有480人不幸罹难 而在4月10号到13号的这几天 海岸防卫队救起来的难民 就多达8480人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报导说 偷渡船只经常人满为患 一旦遇上恶劣天后 很容易翻船导致难民淹死 还有更恶劣的船长和船员 遇到紧急状况自己先落跑 让难民挤在船上自生自灭 记者徐佳仁报道 好 这期镜头回到国内 我们要来看的是台中又再传出公安意外 今天下午后礼一家翻杀铸铁工厂 46岁的周姓工人进入高温密闭的集成机 要清除灰尘 因为进去太久了没有动静 另外一名曹姓工人入内查看 却也跟着休克昏倒 送医之后周姓工人不幸死亡 周姓工人被救出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意志 四肢僵硬 而另一位进入集成室的曹姓工人 同样也因为休克被紧急送医 索性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初步研判可能是高温密闭 造成工人缺氧死亡 而这两名工人的血液当中 也被验出高浓度的一氧化碳 而真正的事故原因 还在进行调查当中 很难想象小baby常戴的护手套 竟然要会让孩子要截之保命 台中的一名才刚出生 三个月大的小女婴 爸妈让她戴上护手套 保暖还能够防止抓伤脸 没有想到隔了三天才发现 女儿左手的中指前端 被脱落的细线给缠住了 变成了紫黑色 因为组织全部坏死 必须截肢 画面中小女婴的手指头 已经坏死 必须截肢 让人看了好心疼 台中市一对父母 帮刚出生三个月大女儿 戴上布手套 一方面保暖 也防止手指甲抓伤脸 但没想到最近天气冷 隔三天才帮女儿洗澡 等脱掉手套时才发现 左手中指前端 被脱落的细线缠住 导致血液不畅通 最后只能截肢 讲简单一点 就是拿橡皮筋 把你的手指头套得很紧 这样久了 你的手指头就会坏死掉 大概是这样的 医师表示手指被缠绑 使得血液无法顺畅流通 超过两个小时 就有可能造成手指肌肉 皮肤坏死 而进捐基金会 则是建议父母 最好不要让婴儿 戴上护手套 因为新生儿是利用手指头 摸索环境 如果非带不可 一定要仔细检查 线头是否脱落 而且每天都要换洗 你先检查一下 翻过来看一下里边的线头 还有没有一个 很出操面的东西 再来的话 你最好还是洗涤一下 因为到底 他在进货的时候 每个工人在摸 到底有没有什么残留物 我们不知道 虽然医师表示 被截肢的小女婴 长大之后可以做纸套 协助美化外观 也不影响手部的运作 但还是提醒父母 帮孩子戴手套时 一定要特别留意 小朋友的手指和皮肤 是否出现异常 以免造成终身遗憾 记者纵后报道 政府花了十亿亿元 抢救急诊长期大塞车 但是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医改会调查发现 国内医学中心 平均每天 有高达八百多人 滞留在急诊室等住院 三十二人苦等加护病房 全年总共有三千多人 一级病患等床 超过了两天 跟澳洲医院相比 九点五小时相比的话 台湾要多花五倍时间 医院的急诊市及走廊上 躺着一个个吊着点滴 等待住院的病患 就连一旁的等候区 也坐满了等候看诊的民众 政府编列十一点二亿元的 预算希望改善 但大医院的急诊 还是塞 医改会近期监测 全国十九家医学中心 以早上九点为例 医学中心总计只有四十八人 在急诊后诊 但却高达八百一十八人 滞留在急诊等住院 三十二人苦等加护病房 显示急诊塞车 关键问题是住院的病人 等不到病房 医改会表示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 国内最紧急需要立即复苏 急救的减伤 一级病患 治疗急诊超过两天的比率 竟然高达百分之五点四 累计全年有三千七百四十二名 一级病患 等床超过两天 对照澳洲医院急诊 约花九点五小时 就能让一级病人入住病床 台湾却要多花五倍的时间 一凯会指出 病人会卡在急诊 关键在于医学中心 有住院收床的潜规则 外面会把住院的病床 留给最紧急的急诊病人 因此要求卫福部 应该把一级病人 一日内清空 加护病房六小时入住 列入医学中心 评鉴重点的项目 也要将收视急重症比例过低 急重症平转率过高的医学中心 进行专案的访查 才能避免急诊不一级 避重就轻挑病人的情况 记者物要与林国黄特报道 桃圆机场捷运的通车日期 一再拖延 原本说好 今年底就要通车 不过今天却传出 原本三月底 就应该要完成系统整合 到现在还做不到一半 另外去年就传出 承包商用过期材料填充轨道 高铁局今天也坦诚 国内没有器材 可以做疲劳测试 只能在减价验收之后 未来再定期来检测 列车在轨道上奔驰 机场捷运为了年底 通车的目标 正在密集测试 但按照原本的规划 四月开始 就要做营运前的试运转 但前一个阶段的系统整合测试 却只完成百分之四十九 连交通部长去搭车视察 都出现二十四次电力异常 你自己去做的时候 你遇到几次紧急刹车 我的印象也是两次 两次 对 他总共异常跳电 二十四次紧急刹车 十一次你报到两次 立委段一康取得高铁局 发给承包商的公文 指出月台门 转车器 耗置都有缺失 估计将会影响到通车的时程 另外去年就爆发承包商 用过期材料填充轨道 高铁局后来找第三公证单位测试 立委也质疑 许多数据都是用推算得来 连疲劳测试都没做 高铁局表示 使用过期材料的轨道 位于A13站附近 只有八百四十二公尺 虽然没有实地试验 但公证单位的报告 表示安全无余 因此去年还是减价验收了 未来只能每季去监测 这段轨道的安全 记者林政武刘翰林 台北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台北市长柯文哲 送了牌匾祝贺 今天下午有议员问他 如果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 是否也要送贬祝贺呢 柯文哲回说可以呀 没有问题 他跟朱立伦很熟 不过这个说法立刻被媒体 继续追问 是否认为朱立伦会代表 国民党来参选 柯文哲这个时候才发现 他又说错话了 这一幅剖皮浪尽航行千里 峰回路转开启新局 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祝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或提名参选总统的牌匾 下午也成了议员关注的焦点 国民党也一定会提名总统候选人 那么市长 你会不会比照办理 可以啦没问题 我跟朱立伦很好 你跟朱立伦很好 所以你认为是朱立伦 会代表国民党来参选 我失言了 你失言了 你觉得朱立伦是不是一个 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跟台北市政府无关 我们下一条了 也有民进党议员质文哲 是否支持蔡英文 柯文哲没有表态 应该要说我们束缚他啦 三亿男的话题 也继续在市政会议延烧 针对鸿海集团的三创园区开发案 有议员质疑 柯文哲虽然直指此案是弊案 但却拿不出办法 柯文哲说三创园区一到十二楼的使用 执照在去年四月份就合发了 过程中速度谈判也都没结过 就如同之前所说合约合法 但社会观感不好 目前的策略就是先不理他 致力发展大巴德商圈来抗衡 这些陈书军陈保罗台北报道 2016总统大选是否出现英伦大战呢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迟迟不愿意表态 不断重申要做好做满新北市长 至于民进党的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 始终缺乏具体的论述 被对手形容是空心菜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获得民进党提名 参选2016总统大选 但是相关的政策 尤其是两岸关系 始终缺乏具体论述 2012大选中 蔡英文被对手形容是空心菜 两岸关系也成为蔡英文 问鼎2016的重要关键 当然我们也知道 其实两岸关系很难 真的能够说得那么清楚 包含九二公司在内 可是终究的 你还是必须要让民众能够信任你 相较于民进党气势高昂 国民党气氛冷淡 根据平面媒体最新民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声势最高 与蔡英文的差距 已经缩小到八个百分点 但朱立伦选党主席时 已经不断重申 要做好做满新北市长 不选总统 也成为朱立伦参选2016 最大的紧箍咒 非要他出来不可的话 那么他还是必须要先辞职 再参选比较合适 如果代职参选的话 我想无论是他的 所谓的诚信或者是支持度上 以及所谓的他的这个决心上面 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质疑 新北市不仅是全台最大票仓 又是蓝营在六都中 唯一执政的县市 如果朱立伦请辞新北市长后 又没当选总统 新北市长不选 蓝营又输掉 双输的局面将让国民党选上加双 而五月初的国共论坛 以及尚未敲定的朱席会 学者分析 这些将成为朱立伦参选的关键 中共其实是希望朱立伦出来选 因为他是目前唯一有胜选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也是看你朱立伦 如果说你不选总统 那你到北到大陆来 我不一定要见你 国民党九合一选举挫败 朱立伦也只以极小的差距显射 连任成功 没有高名义的加持 也打乱了国民党2016总统大选的布局 要不要选 朱立伦迟迟不肯松口 而蔡立伦重批战袍 气势高涨 但如何从批评执政的在业党领袖 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 也将是蔡立伦的重大挑战 记者林姓陈柏玉台北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获准保外救医之后 曾经承诺不会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不过今天他儿子陈志忠说 陈水扁一直没有机会 向多年相挺的相亲来致谢 所以希望法务部同意 让他出席五月一号 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感恩参会 不过台中监狱表示 不会核准 前总统陈水扁入监服刑六年 一直没有机会向这几年来 情义相挺的扁伴相亲朋友致谢 今年五月一号凯达格兰基金会 将举办十周年感恩参会 阿扁之子陈志忠 今天在脸书po文表示 如果法务部同意 阿扁希望能到场跟老朋友谢谢 根据法务部的规定 阿扁扁外就义的期间 不能接受采访 不能参与政治性公开活动 也不能参与与医疗无关的活动 更不可以擅自更换 指定以外的医院就诊 不过还是可以写文章 外出散布或是购买日常用品 陈志忠表示 这场募款参会是室内的活动 不是选举或政治性活动 陈水扁不会公开讲话 也不会公开受访 只希望低调现身 已经向法务部提出申请 不过还没有接到法务部的回复 台中监狱也表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到相关的申请 不过因为参会的行程 与阿扁年初 获准保外就医的目的不符 即使收到申请也不会核准 对此陈志忠说 还会再跟台中监狱做了解 也会遵守保外就医的规定 记者维尔林国黄特区报道 进口花常常被验出 含有滴滴梯的禁药 究竟该怎么样分辨 有没有农药残留呢 种植有机玫瑰花 将近十年的屏东九如花农说 进口花瓣常有添加物 香味比较浓 泡水之后色泽也比较不同 不只可以从水的颜色就能够分辨 用香味也能够区分 补凭不同酸碱值的水倒进杯里 再放进屏东九如自产的干燥玫瑰花 结果偏酸的水颜色比较红 偏茧的则是蓝紫色 花农说这是国产玫瑰的花青素 才会出现的现象 农民表示进口玫瑰花 是用小朵碎片花瓣 冲泡以后都是同样颜色 台湾则是大红玫瑰整朵干燥 品种不同 不只从水的颜色就能辨别 又香味也能区分 比较天然的东西 它的香气比较没有办法持久 有的民众可能认为花茶香味浓才饰品质好 但农民说天然的花茶香味其实偏清香 要靠近才能闻得出来 虽然国产的干燥花颜色比较深 没有进口的漂亮 但国内农药残留问题比较少 而且像屏東九茹 已经有玫瑰花农发展有机食用级的花瓣 就是希望民众能吃得更安心 记者评论报道 高雄左营的和群新村 大部分的居民都已经搬离 只留下了大约十户人家 广大的眷村空屋 变成了生存游戏玩家的最佳战场 每到假日就有好几十人 拿着BB枪在眷村里面扫射 当地居民都不敢出门 几乎搬空的和群新村 路上空荡没有人烟 不过来寻视环境的里长 发现地上到处都有白色的小珠子 原来这些都是BB弹 生存游戏的玩家假日集结 把眷村当战场 但村子里其实还有少数的眷户没搬走 一旦听到四处枪响不断 根本不敢出门 不只眷村被人喧兵夺主 人去镂空的环境也成为民众乱丢垃圾的地方 这像浏览狗群聚 附近的住户根本不敢靠近 高雄市政府把明德建业和群三个眷村 指定为眷村文化景观保留区 李明认为保留区限制了国军拆除眷村 希望划出保留区 不过市府表示会和军方沟通 加速保留区的活化利用 市府表示本流区的发展需要时间 短期内会先解决居民基本的居住安全 环境问题请国军加强清洁 治安部分也会请警方协助巡查 台东路野龙田村的最近几年 因为热气球成为了观光景点 不过当地居民却发现 社区里的电缆线已经全面地下化 可是电话线还是缠在空中 不仅不美观而且很危险 这是台东县路野乡龙田村的街道 空中是一条一条交错的电话线 居民说这样实在很不美观 而且住家外面 中华电信的电线赶上 还留有修过掉落的电线 让居民很担心 这几年龙田村靠着日本移民聚落 飞行伞和热气球 成为台东著名的观光景点 从空中往下看 这个村实在美丽 不过在空中的电线 却很可能会影响热气球降落的安全 当地居民很不谅解 台电的电缆线已经配合相公所规划 进入地下 为什么中华电信不能 陆野相公所表示 因为线路地下化的经费庞大 相公所也没钱 中华电信台东营运柱不接受采访 只说明电话线地下化工程 难以符合成本效益 不过当地居民认为 中华电信对观光地区的线路地下化 应该要从美观考量 而不是追求企业利益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 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专刊 公布今年世界百大大学的生育排名 结果台湾唯一上榜的台湾大学 排名却下滑 不过提供数据的国际出版公司 今天表示台大的论文数量 这四年持平 但是学术成果登上国际一流期刊的比例 胜过许多亚洲一流大学 但是对岸的北大跟青大 这两年冲论文数 跟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增加 所以印象分数也相对的提升 所以专家建议将有限经费 用在优势的领域上 未来如果能够增加 跟国际顶尖大学的合作关系 竞争力应该可以提升 第一届亚洲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今明两天在天母开梯了 中华队这次十个量级 都有选手参赛 但小六到国二的孩子 第一次能够参加国际赛 真的是有够紧张的 今天出赛的八位选手 表现是不如预期 拿下了三面同牌 只要踢赢这一场 就能进入金牌战 来自台东新生国 小六年级的苏怀恩 成为亚洲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首日中华队的最后希望 越南选手拥有身高优势 上端攻击频频奏效 落后的苏怀恩只能边防守 边找空档 第三回合剩十九秒差三分 一个头部攻击就能扳平 无奈对手先得逞 最终十一比十四落败 拿下铜牌 输了比赛没有不甘心 只觉得败战主因在信心 拿下女子三十七公斤 及铜牌的马雨昕也说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紧张信心不足影响发挥 中华队首日出赛的八名选手 拿下三面铜牌 明天还有六个量级 十二位男女选手出赛 教练团会想想 让小选手们不被压力打败 记者令晓慧 沈志明台北报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从红外线云图的变化 可以看到台湾附近是属于晴朗 稳定的天气形态 空旷地区夜间的辐射冷却 会效应强 白天阳光 焦热效率也高 因此一整天下来 温度的变化幅度相当的大 部分侧站观测 甚至观测到超过十六度的 日夜温差 明天还是可以维持 这种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 白天只会限指数偏高 提醒您户外活动的话 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 不过随着冷高压 持续往东移出 会开始为台湾带来 东南风的环境场 使得迎风面的花东地区 降雨的状况 会比这几天还要明显一些 而南南比较偏暖的空气 也使得各地的气温 会呈现持续回升的趋势 预测明天清晨的低温 普遍都可以来到 十七到十九度 跟今天清晨相比 有部分地区 可以多了四到六度左右 不过感觉上还是会有些凉意的 而阳光持续加热之下 西半部地区高温 普遍都可以来到三十度左右 而云量少多的东半部地区 可以有二十七到二十九度 左右的高温 虽然日月温差 不会像今天这么显著 不过普遍还是空旺地区 还是可以有十度左右的温差 提醒您要留意气温的变化 并适时增减一物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好 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 响应气温 北部地区最低温十七度 最高温三十一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十七度 最高温三十度 南部地区最低温十八度 最高温三十度 东部地区在花莲市会下雨的情形 最低温十七度 最高温二十九度 河岛地区最低温十六度 最高温二十七度 以上就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婚活动节目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认为医生 今天谢谢你 贏了 我会逃避 逃避 我会逃避 真是好人 了不起的选taxi 今天晚上十一点 就在风氏频道 好 我觉得我的肩膀都断掉 大家现在在做什么吗 对 对 对 这要看什么 你不要放步卡 我这个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怕输 我这边都闻到了 我们要有信心 没有理由的信心 加油 加油 我还有更多精彩刺激的挑战 小脸的依赖 你来 以上节目由欧明慈善基金会赞助播出 我很喜欢安琪 为了她 我想变一个好人 结果呢 对不起 最好对不起 有什么